垃圾焚化炉会排放大量废弃 造成空污 不管要该在哪里都会遭到极大的阻力 不过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却是反其道而行 当地有一座外观前卫 而且不会排放任何温室气体的垃圾焚化炉 而且焚化炉的屋顶还被设计成人工滑雪场 让废弃物处理跟城市景观 以及居民生活相结合 打造出更友善的环境 沿着绿色坡道一路奔驰而下 体验另类的滑雪快感 但不要误会这不是人工滑骚场 而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ARC垃圾焚化炉兼发电厂屋顶 特地设计出来的人工滑雪场 取名为哥本山丘 绿色坡道采用特殊合成材质 质感柔软跟雪地类似 这对喜欢滑雪 但国内又缺乏山坡的丹麦民众而言 绝对是一大福音 各本山丘人工滑雪场的坡道 全长四百公尺 占地一千平方公尺 破顶最高高度八十公尺 当中还包括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至于旁边的方格高墙 也可当成攀岩运动的场地 形同一个复合式的休闲运动中心 哥本哈根为了达到全球第一座 零泰盘放城市的目标 特别邀请丹麦知名建筑师 44岁的英吉尔斯 耗资超过五亿美金 值得约一百六十亿台币 从2013年开始新建 全新的现代化发电厂兼焚化炉 来取代原本运转四十年的老电厂 并且在2017年完工营运 新电厂不仅能处理 哥本哈根六十万居民 与六万八千家企业 所自造出来的垃圾废弃物 焚化燃烧的能量 转换成电力 提供给当地约十五万市民使用 而部分废弃物 也会在厂内进行回收再利用 而且几乎零碳排放 透过精密技术的串联 把以往灰蒙蒙死气沉沉 专门制造空屋的焚化炉 跟发电厂合而为一 同时又附加了休闲娱乐的功能 打造出环境友善的生活空间 创造双赢局面 相信也是许多城市需要泄净的理念 记者居然亲报导